五季神龙市台湾新闻民 还另外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福中信 我今天第二度 非常高兴 龙心邀请到台中市清水区农会 总干事严秋月 总干事秋月好 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台中市青年农民清水区婚会 青龙年仪会会长 胡志宏 志龙兄欢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延续上一讲 我们今天特别再继续清水区 他的龙特产品 因为秋月他担任过清水镇 过去就是镇长 水里长 所以他经营非常丰富 所以他现在做总干事 已经进入一个绰绰有余的阶段 秋秋阿狗 而且他 而且我跟他对来知道 他很认真 他不仅在他本身之后 还找时间去完成 他在东海大学公共行政系的 一个硕士学 这不简单 表示不断地精进上进 这就是台湾基层 我特别要让海内外观众了解 台湾融会 其他素质形象是不断改变的 所以我常说 请提出四个观点 来重新看到他们 尊重理解接受欣赏 让台湾融会成为 农业振兴的火车头 总监事长跟我说 食安 食品安全 融会就是把关第一线 我非常同意 好 我们现在谈 继续谈 清水区融会 我们上一讲已经介绍了酒房 酒房 大家知道酒房吗 我的确酒房是台湾第一名 但是因为清水 它有平地跟山区之分 它有其他的融特产品 是不是请这个 总监特别介绍 而且他特别强调说 除了清水米外 还有清水的煮米糯米 来 请介绍 请 好 谢谢 谢谢胡大哥 我想清水有差不多 有两千公金的水田的部分 那这水田的部分除了稻谷之外 那我们一直都很相信 清水你又这么出名 那么我很觉得有一点可惜 就是清水本身并没有生产水米 那在我就任总監事之后 我一直跟我的团队不断的讨论 我们很多的一个营商 我认为清水煮碧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食材 能够递产递消 同时能够让糯米 能够在我们清水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能够将清水米糕 能够不断的一个推广 尤其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请注意米除了清水米之外 米糕因为我们在地的农民 坦白讲我们的农友 对这个收购的一个质量 他非常的重视 那据我所知 因为煮米也采收 收购量比一般的 我们的烘烘米较少 所以我们的农民 对煮米的在座的兴趣并不大 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 讨论的结果发现 因为清水供有土地 占了49点多 那有很多农民 他也没有办法缴交公粮 那如何能够协助农民 在这个收益上能够提高 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些 没有办法缴交公粮的这些农友 我们来做糯米的器座 不但保证的收购 而且用比较优于市场的价格 让我们农民一来增加农民的一个收益 二来也推广我们在地 糯米的一个推展 好 我这就是清水很出名 清水重点米糕 我去吃看看 非常的香酒 比较好吃 我们当时在做这个 好吃 这个米糕比较好吃 米糕的东西 我们非常感谢改良厂 当时厂长给我们 那一道有很好的 有三种 一个品牌的一个糯米 后来我们选择了台庆三号糯米 作为清水 比较适合在地来栽种 也请我们的店家 产跟销 你辅导农民做的生产 那如何帮农民找到通路 所以农会也扮演着一个媒介的角色 特别跟我们在地的米糕店家 也来做一个演套 希望能够由我们在地的米糕店家 也用我们在地的糯米 同时来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个 糯米的米食 我想清水的米糕全体最出名 然后你们也把这个米做清水米棒 我请你介绍好 来 清水除了10米 当然清水米是最大宗 那么清水农会用清水的测米 然后我们经过加工 因为我们的农友 他知道很赞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 把我们的农作部 做比较有效的一个周期保新的保存 所以我们就运用这样的二次的加工 让我们的农作产品 可以提高更高的一个附加价值 所以做成了我们的零嘴小吃清水米棒 一来顾名思义清水米就做的米棒 二来就是表明表彰为清水米 真正很棒 第三还有这个寒吉干薯 因为清水也有山区 山海也有山区 这是你们所研发的清水干薯是不是 也请介绍 那大大山的红番薯大家都知道 很出名 好吃也好吃 好吃 有黄肉没有黄肉 那番薯的部分 我们农会也特别辅导的 我们的番薯产销班 然后透过我们每一年 其实人家说理重情义重 上寒质就没错 它可以制作成一个礼盒 我们三公斤的一个礼盒 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我们浓浓的情意 也感受到我们这份礼物的贵重 我跟邱卫总监事对他知道说 我发觉他个性 是个超完美主义者 不但自我要求 他这个讲稿 年代的不管是米糕 他要介绍番薯 还是酒房都是最好的 这表示他的个性 求好亲切 这对的 人家要100分 他一定要120分 我们今天难得有一位青龙 胡志宏先生 我的童中 他得到第四届百大神龙奖 他的玄金铁度是 你看他还是湿湿湿湿的 白白白白白的 不像我们过去的青龙晒得幽黑 都汉朝龙之后 他从小在都市长大 然后绝对没想到会成为青龙 因为他是冯甲大学建筑学研究所毕业 然后在成功大学担任研究助理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毅然的回去 人家说书费在母有道理 他才来说 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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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费在母 母带说回来 家的 十八百的书费 来 这段人生经验也是很重要 刘先生的书费在母 有 有道理 来 你看他今天太太 还在过爷爷爷 和玉米田 来 请你介绍自己 这个成长的历程跟过程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青年农民 胡志宏来自清水区 其实大家看我的样子像农夫吗 我看大家看我的样子 应该第一个疑问就是这样 是像种田的人吗 你不要像学校的研究员 每个人都这样问我 但真的我是在种田 因为其实我务农已经从2012开始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对啊 然后其实 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 完全没有务农的经验 你记得这从零开始 就像农业幼幼班开始 从第一开始拿锄头 我觉得锄头好像 这只是个铲子之类的东西而已 可是我跟我岳父做开始 第一天而已 才拿一天的铲子 我当天晚上没办法吃饭 为什么 因为手会抖 手会抖 巴金森 对 手会抖 我当时开玩笑 对 整个辛苦都没了 手没了 对 真的 所以真的一开始就震撼教育 毕毕皆辛苦 然后一开始也是一样 要回去 为什么说这个样子真的像农民吗 我老婆说可以 你要回来做 OK 可以 但是千万脸不能晒黑 让你怎么办 对 所以我防晒做得很彻底 所以大家奇怪 到底是不是农民 没错 真的 因为就要保护好自己 就像其实也不一定说 要像农民或不像农民 其实把事情做好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产品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肯定了 不管你长得像不像 我觉得那个专精最重要 跟你讲 专业 热情 判断力 没错 没错 而且这个志宏兄还是 荣夫有上下班制 打卡 回去跟他在打卡 他每天八点夏天 六点收工 教习 教博来准时回家 然后但是很辛苦 务农前四年风险太大 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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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所以不是那么顺不是吗 是啊 真的 一开始我觉得大家 可能都会把农业的东西 都有一个梦想 觉得我这回乡 就有一大便田可以让你种 其实接种而来 是一个非常现实面的东西 第一个我们青农 可能会面临到没有技术 尤其是像我 我并不是农二代 有农二代还好 我并不是农二代 我们可能面临到没有钱 没有技术 没有地 然后你一切从来开始的时候 那其实压力非常大 尤其是来自家人的部分 但刚才胡大哥讲说 四年没有赚钱 天啊 四年没有赚钱 吃老本很苦度 吃老本 然后我自己有家庭 自己有小孩 有房子 如果四年没有赚钱 那的确压力非常大 那你资金怎么收手 是 所以还好之前有存了一笔钱 所以真的 其实你要投入到那么一个行业 你一定要想后面 对 你不能一次就觉得 什么都很好很OK 但是你如果突然 都没有思前顾后的话 我如果一隔夜没有拿薪水回家 我太太说 那就撞不到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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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还蛮感谢我太太 这四年能够在后面的支持我 在走过这个辛苦的四年 然后慢慢现在把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产品的定位慢慢做出来 我觉得现在会比较好一点 好 志鸿兄因为是建筑专业 有创意十足 也会注重这个景观设计的色彩 来 是 来看看 这环杯 这有 以前这煮过吗 这青的 青的 不是 这煮过 对 四个 这不是染色的 注意看 这天然的 天然的 自然美 天然的 我试试看 你怎么会研发出 当然我们也有紫色的 是 很多人做 对 我们节目也就都有紫色 但为什么 那么漂亮的玉米是 那么漂亮 好像是色彩涂过的 要吃看看生的感觉 要吃生的 生的就很好吃 就是吃生的 没错 就是我们在吃沙拉一样 对 没错 就跟吃沙拉一样 那我再吃熟的 好 你可以再吃熟的看看 也很好吃 对 生的熟的很好吃 很特别 好 怎么发想出来 用紫色 而且不管生熟都可以吃 为什么 OK 其实这个紫色的奥秘 就来自我们现在 普遍大自然含有一种 天然色素叫做花青素 不管你黑米 或者是紫的地瓜 洛神花之类的 它的种皮上面 都含一种天然的色素 花青素 所以其实它的奥妙 就是在那边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紫色呢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们年轻人回来务农 就不要再用以前的思维 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自己学设计的嘛 我就希望从那个 色彩学的角度 去切入农业的部分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的农场 能够颜色很多 色彩缤纷 能够可以让大家眼睛为之以亮 哇 这东西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开始切入这个 紫色的部分 那我为什么种玉米 其实这个有个很浪漫的原因 就是其实我老婆很爱吃玉米 我老婆爱吃玉米 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挨啊 因为很多人回去可能不在乎就是 我要种赚钱的 我要种好种的 可是我不是 我希望我的农场就是色彩缤纷 然后加上我老婆喜欢吃玉米 然后接下来 这个玉米这东西 它其实不像其他的作物 需要多少工 因为其实我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 在农业上面 工还有那个时间 要控制得非常重要 所以玉米在这部分 我比较好操作 我从这个切入之后 我找到种子上帮我配合说 有没有紫色的玉米 因为我个人喜欢紫色的嘛 因为第一个它还有颜色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保健的那个成分 就是那个花青素在 那我两个都有啦 当然就这样 开始切入之后 哇 一泡二泡 自王兄听我水 听我水 听我水让你不在乎 口才好 因为总監事跟我讲说 只要重要的场合都派他到各都会去行销 而且有人到这个 管道清水餐馆 你也要做 做导览 做导览 来 总監事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你这一点是 真的是提膝拉拔后进 做到了 来 没有 在这边的话我特别 我想很难得一个年轻人 愿意来从事我们农业的工作 那就这个份精神就值得我们肯定 那我们希望能透过我们微博的力量 让这些年轻人有更多的一个灰色的空间 让他们有更多可以去展露他们的才华的一个时期 来 总監事也顺便把前面的这个 因为你们家政妈妈做了这个 所以煮米 人家米糕 还有这个 再次行销一次 来 总監事 总監事就要做行销 来 是的 我想清水米糕 倒清水 没吃到米糕 等于没有来倒清水 所以清水米糕 不但它的一个嚼劲非常好 而且非常香Q 同时送礼自用两香鱼 欢迎大家到清水来 来吃米糕 那么我们的 刚刚我们志宏所种的我们的紫玉米 我想如果只要吃过的 看过的 没有一个不占不绝口 所以来到清水 不只可以吃米糕 吃我们的寒鸡 还吃到我们的玉米 我相信一举数得 欢迎大家来到清水区 来品尝各种的小吃 及地方的农特产品 我讲一个历史的典故 紫色的故事 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公元到1500年 那时候因为宗教化 圣母都要化 因为紫色代表贵族 所以你看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 只要是圣母抱着耶稣 那个圣母的袍 一定是紫色的 但紫色这个颜色 在欧洲没有 是在今天的阿富汗 于是他们就必须十字军东增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得到紫色的颜料 所以紫色 你不用十字军东增 你直接就栽培出来 这不简单 我用花青树栽培 栽培出来这个紫色 这是很大 我觉得对 哪怕没有农业背景 从零开始 只要有冒险精神 而且看法改变 观念就改变的人 我觉得志宗兄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而且你已经在都会 已经发觉到 你不要只有什么月薪三万块 然后黄带 车带压得喘不过气 不敢生孩子 其实志宗兄发展一条路 青龙之路 鼓励大家 有的都会族 来 开展一条路 你看人家研发出紫色的玉米 你看多好吃 来 请 对 我也希望说在观众朋友 或者像我们这样子 有志能够从容的朋友 在部分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后盾 就是创意 创意跟实践力 还有那种不屈不扰的精神 趁你在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有梦 就一定要赶快去追逐 不要到老的时候 你再觉得 我好像什么事都没做 就像我当初一样 如果我觉得 我当初没有套这条路 我也不希望 我也不知道说 因为这条路 能够这么多采多姿 那也真的非常谢谢 这个农会 还有我们整个农业体系 在后面帮助 这个对我们来讲 尤其是我们这种农业 业业业业班不懂的人 他的帮助真的非常大 这个启蒙族裔 200年前的启蒙族裔思想家 他们探讨什么叫快乐 HAPPINESS 他什么叫快乐 快乐就是退休的时候 在家里后院种菜 种水果 你现在已经快乐 你不用退休 你现在已经开始了 最后我要特别要肯定 这个圆秋叶总案是 他鼓励清容不宜余力 这一点你做到了 提西拉拔后进 这是一种荣誉感 来 把这个分享 我也希望你这种精神 一方面鼓励 不管是都会或乡村 鼓励其他融会的总盟 因为基于我们每个融会总盟 是都要看这个节目 然后你讲过要跟你逼 输人没输丁 没输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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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如何拿那后天 你做这个告示 鼓励分票给大家 我想这也是一份社会的责任 担任在某一个角色上 我们希望能够付出我们一顶心力 不管在任何的一个角度 任何一个角色的扮演 如果能够让将自己的这份心力 奉献给这份社会 这块土地 让我们的后继晚辈 有更多的挥洒空间 我想这是我们共同要有的理念 跟共同的理想 本来是再一次用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典故 明治维新的时候的北海道大学前身 就扎访农校 那时候日本政府邀请美国农业专家 威廉·克拉克博士 来教导日本第一代的农业现代化人才 他说年轻人你们要有企图心 最终要完全适用于青龙 Young person be ambitious 不管男男女女 其实不一定要坐在上班族叫成就 基层草根也可以做到 就像邱越他 我说他走的人生是国道山 他自己也靠自修完成东海大学 硕士学位 一样 所以我希望大家说 只要你有志向 努力 愿景目标价值 我对台湾的农业 透过这访谈充满着信心 希望 爱心 Young person be ambitious 年轻人 有企图心 基层草根 青龙也是一条出路 感谢邱越总干社金郎兄跟志龙兄 给我们非常精彩的 两奖我自己得到的更多 谢谢 谢谢 谢谢吴大哥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